查原因发现原来是这个中华电信线路故障搞出来的大乌龙 手机响了接起电话 不过连续接了14通 结果都好回忆 回忆 回忆 回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回忆 手机里看来电显示 一整排都是县府的网路电话 接电话的是县府的行政处副处长郭正义说 其实不只有他连续两个小时接到外电话 他是那种所谓的急促的一直连抠一直抠 他是一直抠不是说过了五分钟再抠 他是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拨 你没有接他他一直一直拨一直拨 五位有多少人总共多少人接到这样的电话 市长接到吗 市长倒是没有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同事也有接到 大概几位有反映到这个情况 大概我所知道大概是四五位 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打这种无声电话 原来是县府的网路电话出财了 这两天由中华电信机房播出的网路电话 过程中陷入故障 结果播出了上百通的无声电话 有民众以为是鬼来电 幸好中华电信出面解释 才知道原来是误会一场 而高雄市有一名女子 她疑似不满说他们家门口